科学炼生 13.心扉的状态 空间大了就要开个门窗 我们的心灵有了广阔的自由空间 也要打开心灵的门窗 心灵的门窗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扉 心扉的状态是整个生命状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于我们把握实际的用生效果 意义重大 因此要细心加以体验和实践 既然如此 下面我们就来切身体验一下 自己的心扉状态 一 感受一下心扉的彻底敞开时的心理体验 二 感受一下心扉紧紧关闭时的心理体验 注意 心扉无论是敞开还是关闭 整个生命状态都是从离向外的 舒展开的 比较这两种不同心扉状态下的心理体验 从性格上来说 什么性格的人起心扉通常是敞开的 什么性格的人起心扉通常是关闭的 从心情上来说 一个人在什么心情的时候起心扉是彻底敞开的 在什么心情的时候起心扉是紧紧关闭的 什么性格的人 一个人在什么心情下起心扉是半开半眼 像风中的烛火飘忽不定的 一般来说 性格开朗外向的人起心扉通常是敞开的 性格封闭内向的人起心扉通常是关闭的 一个人在愉快高兴开心的时候 起心扉通常是彻底敞开的 一个人在痛苦忧郁压抑的时候 起心扉通常是关闭的 幽默滑稽性格的人 或一个人在忧郁不觉的时候 起心扉通常是半开半眼 像风中的烛火飘忽不定的 注意听 我们朗诵书庭的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一诗时候的心扉状态 是关闭的还是敞开的 我们朗诵王之焕的灯灌雀楼 这一首诗歌的心扉状态又是怎么样的 以下是两首诗歌的原文 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加以实践并且体验 书庭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防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碎洞里窝形摸索 我是干憋的稻碎 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搏船 把欠绳深深的勒进你的肩膊 祖国啊 我是贫穷 我是悲哀 我是你足足辈辈 痛苦的希望啊 是飞天秀间 千百年来 未落到地面的花朵 祖国啊 我是你促心的理想 刚从神话的珠王里挣脱 我是你血背下 古莲的胚牙 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 我是新刷出的 雪白的旗袍线 是飞红的黎明 正在烹波祖国啊 我是你十亿分之一 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 你伤痕累累的乳房 喂养了迷亡的我 深思的我 沸腾的我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你的富饶 你的荣光 你的自由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很明显 我们朗诵书庭的祖国 我亲爱祖国的时候 我们心扉的状态 状态呢可以是关闭的 也可以是敞开的 注意听 我把心扉彻底敞开了 来朗诵书庭的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和把心扉紧紧关闭了 来朗诵王之焕的灯灌雀楼 效果是不一样的 如果把心扉彻底敞开了 朗诵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那音色虽然是浑厚饱满 但是表达出的内涵 和这个诗的内涵不协调 似乎少了一些情 而把心扉紧紧的关闭了朗诵 灯灌雀楼 虽然很敬情 然而效果也不对劲 似乎情有些多余了 传统的发声学理论 往往移情论生 进行艺术表达的时候 什么都用一个情字来处理 把生情并茂当作嗓音表达的最高境界 以上的朗诵实践表明 情并不是可以乱用的 仅仅关闭了心扉来朗诵灯灌雀楼 其效果虽然很符合 生情并茂的原则 却不是我们渴望的 一个情字所代表的 仅仅是人的万般感受之一种 它代表的只是那些 人和人或人和物之间的 依恋关系 比如 两个人处久了 就不舍得离开 一个东西用久了 就不舍得丢弃 这就是所谓的情 所以说情所代表的 都是不舍得的心理情节 体验一下 当别人要你的一个爱物 而你不舍得给的时候 你的心扉是敞开的 还是关闭的 自然是关闭的 因此在表现情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努力关闭自己的心扉 心扉关得越紧 表达出的情就越浓 在表现飞情的时候 我们则应敞开自己的心扉 心扉敞开的越彻底 表达出的感受呢 就越真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这首诗 描述的是我和祖国的 依恋关系 祖国这样贫穷 我目不仍是 因此朗诵这首诗歌的时候 心扉状态 应该是紧紧关闭着 一旦敞开了心扉来朗诵呢 就有一些轻描淡写 无足轻重了 那灯灌雀楼这一首诗歌呢 描述的是大自然的景观 以此 以及由此而感悟的人生哲理 大自然的运行 与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依恋的关系 但是我们的心灵呢 对其却有直观的感受 人生的哲理便由这感受中悟出 抒发自己的真实感受感悟 没有什么不舍得的 应该彻底的敞开心扉 一清而出 淋漓尽致 一旦关闭了心扉来朗诵 就有一些呢 无病身影自作多情 酸酸的什么都不舍得了 由此看来啊 心扉的状态 对于我们表达时处理 和把握艺术作品呢 的确有着很切实的重要作用 因此要认真加以关注 日常生活中啊 我们要把彻底敞开的心扉状态 养成习性 生理和心理上熟悉 适应了彻底敞开的心扉状态 一旦脱离了这个状态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形成对比 参照 从而把握好其他任何一种状态 心灵的空间不足 心扉敞开的不够彻底 是人们嗓音表达时 普遍存在的问题 十四 正确的呼吸状态 整个生命尽情的舒展开 心灵重重的沉在心底 心扉彻底的敞开 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的生命状态 所谓正确的呼吸过程 就是建立在这个理想的生命状态基础上的自然呼吸的过程 下面呢 我们就来轻身实践这个自然呼吸的过程 实践一 感受呼吸的到位点 尽情的舒展开 把心扉彻底敞开 放慢动作 努力吸气和呼气 闭井嘴用鼻子呼吸 后背脊椎下方有一点明显的感觉 每一次吸气都要触动到它 才感觉到位了 再来呼吸一次 闭井嘴用鼻子呼吸 实践二 感受气息支点 吸气的时候 整个生命状态由此而舒展开 吸完气时候的舒展状态 仅仅为呼气提供了一个其实状态 一个有力的状态支撑 这就是所谓气息支点 呼气的时候 在这个气息支点的支撑下 整个生命状态更加舒展 呼气结束的时候 整个生命舒展到一个极限的状态 仿佛吸气就是为了给彻底的呼气 找到一个可靠的状态支撑 呼气是否能够彻底 关键是否到位 反复进行吸气的实践 进一步确认气息支点的状态感觉 现在练习一下 吸气就是为了给彻底的呼气 找到一个可靠的状态支撑 好 实践三 正确的呼吸方法 重复上述的呼吸过程 我们把这个呼吸过程概括为 舒展了更舒展 也就是说 吸气的时候舒展 呼气的时候更加舒展 这就是所谓的正确的呼吸方法 这样一个呼吸的过程 其本身就是生命的一个 自我表达的过程 整个呼气的过程 胸口彻底的向外翻开 并下沉 把心底合盘的清出 仿佛我们的心灵在向外泼水 因此说 正确的呼吸过程 本身就是生命自我表达的 一个骨架模型 其他内涵的表达 不过是在这个骨架模型上 长了些不同的血肉而已 好 我们来练习一下 呼气的过程 胸口彻底的向外翻开 并下沉 把心底合盘清出 仿佛我们的心灵在向外泼水的感觉 好 实践四 呼气的方向 反复实践 体验一下 在正确的呼吸状态下 我们的心灵是努力向上呼气的 还是努力向下呼气的 结论是努力向下呼气的 向下的气息 有力的打在心底被弹回 才从喉咙流出的 也就是说 当我们吸完气的时候 仍然是向下努力的 正确的发声过程 就是在正确的呼吸状态下进行的 呼气的过程 就是发声的过程 向下的呼吸机制 恰恰保证了发声的始终整个共鸣腔体 有上下贯通的空气存在 从而满足了传导共鸣的需要 我们练习一下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